事情发生在一个衣衫的小山村里,村子不大,也就住着二十来户人家,世代的人过着靠山吃山的生活,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,确实也过得衣食无忧的惬意生活,但是美好的画面里也难免存在着不和谐的音速。 附近就是这村子里最不和谐的人了,附近二十多岁的年纪,按照城里来说,正值应该成家立业的时候,可是他却是一直好吃懒做,前几年他的父母也相继去世了,原本像一辈子啃老的他,这下呀,没了靠山。 开始的时候,村里的人还会时常的接济他一下,后来看他实在是不上界,也就慢慢的不再管他了。 可是日子还是得过,不得已为了生活,也只得和村里人一样,扛着锄头下地干农活,指望着秋天能够有个好收成,自己的日子也能够过得好点。 可连着下了好几天的地,附近就受不了了,一直好吃懒做的他,哪里受过那份累? 于是开春的时候,就把这种子往地里溢撒,也就不愿意再去这地里看上一眼。 求收的时候,眼看着家家户户都有个不错的收成,用着各种工具往家里拉着粮食。 而附近的那几块地,杂草都快齐腰高了,任凭他在里面可劲地找着,也不过才找出了一小袋可怜的玉米。 有点总比没有的墙啊,附近给自己关机,转眼已经年夏了,村子里家家户户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过年的物价。 看着人家又是杀猪杀鸡地忙得不亦乐乎,时不时地还会飘出炖肉的香味,父亲不时地咽着口水,看着自己那已经不多的粮食,想着这一年该怎么过,不免嘴里就念叨了出来。 这年呀,要是有人能给我送点肉,送点粮食,那该多好啊。 正次瞎想的时候,却看到自己在秋天的时候收的那袋子玉米下面,有东西在蠕动,父亲拿着个棍子,悄悄地摸过去,猛地拉开袋子,却见到下面,果然有一只大大的老鼠。 那老鼠大的,父亲都从来没有见过,但看着他把口袋咬破,还叼着根玉米,心里就是气,眼看着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,这伙竟然还来打自己的主意。 还没等到那老鼠反应过来,他一下子就上前用棍子压住了老鼠的头,一斤想要把他给活活打死。 就在这时候,那老鼠突然口吐人烟,你别杀我,我能帮你过上好日子。 这父亲吓了一跳,看来这老鼠是成精了呀,如果他真能帮自己,那自己可真的就要发达了。 那你要怎么帮我? 父亲心里高兴,手下的力道也就松了松,那老鼠也缓了缓气道。 我也是修炼了百年的精灵,现在只是没有遇到有缘人的供奉来助我修炼。 你呢,只需每日拿家里最好的东西潜心地供奉着我,我也定能保你衣食无忧,还不用你去受苦受累。 这一道是装不错的买卖,反正家里现在是什么也没有。 那有什么难的,只要是你看我,现在穷的,饭都快吃不上了,哪里有什么好东西供奉你呢? 父亲继续和那鼠精说道。 自然会有的,你只需要记得一定要最好的那一份先供奉我,说着就不见了。 父亲则腾出一间小屋子,收拾干净,供奉上鼠精的牌位,家里实在是没什么,最好的不过就是家里那点大米。 于是啊,蒸了米饭,就把第一碗先供给了鼠精。 转眼第二天,父亲起了床,进了厨房,一下子就惊呆了,破旧的厨房里竟然多了一条猪肉,还有一小篮子鸡蛋,看来那鼠精还真是有些办法。 这可让父亲高兴坏了,挑着猪肉最好的地方供奉了起来,就这样每天在家里都会有意外的收获,时间久了陆续在村子里传出了丢东西的事。 不是这家丢肉就是那家丢粮食,却也不知道是谁干的,而父亲的日子确实越来越滋润了,就这样过了近两年的时间,父亲不光是衣食不愁,还整修了自己的房子。 可他也有头疼的事儿,就是最近家里的东西越来越贵重,他就有点害怕了,他知道这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的,看来那鼠精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了。 这如果哪天被查出来,东西都在自己这里,自己油嘴也说不清了,就想和那鼠精商量着,让他离开自己家。 反正以现在的家财也能够自己在这村子里吃到死去了,可那鼠精哪里肯离开? 只是警告父亲不要忘记了当初的约定。 父亲可是不管不顾之人,眼看着自己的生活好了,可不能让这个邪灵给坏了好事儿。 你不走,我就赶你走。 下了决心,父亲就进了那供奉鼠精的屋子,三下两出二的撤下了牌位一把火,丢掉灶坑里给烧了。 几天过去,日子平静,无事发生,父亲也放了心,看来呀,什么东西也都是怕个人。 谁知道又过了没几天,父亲就觉得不好了,家里也莫名其妙地丢东西,新盖的房子还多出了好多的鼠洞,却就是不见到这老鼠。 才没多久,房子里的一页物品就被这老鼠咬得是千疮百孔了。 而父亲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,有一天正在做饭的时候,不知道被哪儿冒出来的老鼠就给咬了一口, 后来就疯疯癫癫的,嘴里直叫着 给你吃,给你吃,最好的给你吃。 村子里的人看着他发病的邪性,怕是会这祸及到村里,于是就要找来个懂阴阳的高人,给他瞧瞧, 那高人看过附近的情况,又看了看他家不过是短短数日,就被糟蹋不像样的房子。 高人摇头道,这人怕是没救了,他这是被邪灵给缠上了,那本不是正道之物,修炼就是利用人心的邪念来助他修行。 现在他违背不再供奉,这邪恶自然会报复的,一切呀,都是人的贪心呀。